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下方的邮箱 然后让我看一看 然后我们做点互动了解了解 好了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互动 那第一个球友还练的是一个全场的步伐 其实这个训练其实说实话还不错 但是中间有一个问题我要跟你说一下 也是可能会大多数球友都会有的疑问 就是当你从中间启动的时候到正手区的后场 这个步伐你使用的是一个后侧步 然后又是一个抢高点的回拍 那我告诉你啊 这个就是有点不合理啊 通常情况下什么样的球我们会使用后侧步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往前 对吧 球突然打过来比较平或者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侧身才会用背侧后侧步来打这个球 但是在于我们是在主动的情况下 我们绝对不会用后侧步 因为后侧步太慢了 我们肯定是用的 启动 垫步 跨 打 走 或者是直接 直接跳 因为我们主动的球是需要抢高点的 只有很被动的情况下 很被动了 后侧步 踩虹有后侧步 主动的球移动是绝对不用后侧步的 特别是正手这个位置啊 希望你可以记住 来 再来看第二位球友 明显是一个有一定求零的一个年轻人 而且练得不错 整个看起来也是有训练基础啊 但是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啊 就是当你在后场拿拍的时候 你打完往前球啊 你后场拍子为什么要放这里啊 放这 然后这样 往前 这也这样 这个样子打不好一把球的 高手的拍子都是会在眼睛前面的 那可以示范一下 往前 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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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在我的前面 看见没有 我的拍子始终 打完回来 伸出去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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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回来 始终站在前面 不能够 这样子是很难看 来不及打球的 好吧 这个习惯你要改一改啊 再来看第三位球友啊 做了一个原地打高球的一个视频啊 就这个动作 其实一开始加拍啊 还挺好的 但是后面的动作 为什么没打完呢 手在打停着啊 我来模仿一下你啊 拿好 你停什么 你为什么停在这里啊 动作加好 打完 动作加好 打完 动作加好 打完 打完 把动作一定要打完整收拍 把动作一定要打完整 一定要收拍 然后再打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在你的最高点去击球 点有点太前了 一定要打完 打出去 来 再给我一个 动作加好 打出去 把这都打出去 而且你看我的击球点啊 这边前面 你看我打的时候 是过来的 你的人还是有点卡住的 还没有转过来 你看我的人发力 对吧 是面都已经都朝这边了 对吧 你的面还要朝这 一定要动好 球打完 多去练扔球 多去练羽毛球支援 这个非常重要 希望你能够注意 那这一期的解惑就到这里 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 发你的视频 到屏幕下方的这个邮箱当中 然后一定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谢谢大家支持 更多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我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 MING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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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